弟兄姐妹们早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十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语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寸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 因他虔诚蒙了应语 在这里讲到的免死 不是耶稣求神救他脱离死亡 而是求神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 而耶稣基督他在肉身受苦的时候 因为他完全听从神的话语 因此他的祷告蒙了应语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他在坟墓当中死里复活 使他成了人类得救永远的根源 当今天我在分享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他是基督徒 他在泄饭的时候常常被人家嘲笑 有一次他为了要吃一个面包 当他在做泄饭祷告的时候 被一只狗抢去了他的面包 旁边的人看了就哈哈大笑 并且跟他说 你的上帝眼睛闭起来了 但是这一位基督徒呢 他并没有因为别人嘲笑他 他就站起来去追那一只狗 其他的工人呢 就下隧道继续去踩煤矿 就在这一个时候 升降机的线断了 而那些嘲笑他的人呢 就在这当中就铲跌下去 有一些人受伤 所以这一个基督徒因为追狗 反而耽误了时间 反而蒙神保守得到意外的平安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所以今天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到了这一个小故事 因此我学会了 我们要守的诫命是 当我们受委屈 被人家误会或者痛苦的时候 思想耶稣也曾经在受苦中 学会了顺从 当你这样子的去默想耶稣基督 他最后也是在死里复活 这样子你就可以撑得过去 使你重新得力 让你可以效法耶稣的脚踪 并且在困难的当中 坚定忍耐的度过 而在这当中我也看见了应许 虽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困难的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专注听神的话语 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 并且就如同我刚所分享的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就能够顺服神 并且你能够在经过这些苦难的过程当中 你会得着神所要赐给你丰盛的祝福 因此我会建议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可以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 不要让你的内心有任何的黑暗 控告 增进 嫉妒他人 或是对神感到失望 我们要留意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常常被神的话语给充满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引导 进入到神丰盛的祝福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还只要为视讯前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心来祷告 让我们就是效法耶稣 虽然在环境的里面好像神 好像没有开路 但是我们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让我们就是不发怨言 保守我们的心 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常常为他们祷告 相信当我们抓住这一个应许 我们就会看见神丰盛的祝福 临到我们的身上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